韩国经济提供 外交部网站发表了 黎智英是反中乱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 是反华势力的代理人和马前卒 是香港乱局的幕后推手 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损害香港市民扶持 香港特区执法部门秉公办案 司法机关依法审理 合情合理合法 美国英国就这一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说三道四 严重违背法治精神 严重违反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和百分百的双重标准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方敦促美方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独等承诺落到实处 停止武装台湾的危险趋势 停止制造台海紧张因素 停止纵容和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义武谋独 中国终将统一 也必将统一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将对参与对台收捕的有关企业采取反制措施 中方始终致力于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 通过对话协商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同时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 坚定不移 我们希望非方认识到 既希望与同个别大国捆绑 逼迫中方在设计自身核心利益问题上 妥协让步是徒劳的 最终受损的是非方自身利益和地区和平稳定 当前东海南海形势总体稳定 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地区国家 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 试图通过军事威慑施压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只会适得其反 进一步激化矛盾 加剧紧张 对话协商 才是解决半岛问题的根本之道 我们希望有关各方 证实半岛问题癥结 以实际行动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 对话协商